在一般传统的概念里面 人类大脑的演化好像都是跟适应这个环境 特别是适应外界的冲击 不同物种的竞争 大自然的变化有关的 但事实上呢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我们的大脑之所以会跟其他的动物演化 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除了我们说的适应环境外界 不同物种跟天气变化之外 还有一个部分叫做 在我们群体化跟社会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大脑也会因为这样子 不断适应调整跟演化的过程 我们的高阶智能和认知能力 因为这样的刺激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这样子说法的核心就是 社会群体生活是可以形塑智能和大脑 于是呢针对这样的理论想法 就提出了一个叫社会脑假说 社会脑假说的主要提倡者 是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叫邓巴 他认为呢早期领长动物的智能 主要的演化压力并不是来自于生态环境 而是来自于群体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之后呢 社群当中的每个个体 如果想要顺利的存活 就必须发展出许多高阶的认知能力 比如说思考啊沟通啊合作啊猜测啊 判断别人的情绪啊 欺骗以及反欺骗的能力 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群体化或社会化程度越高的生物 就应该有更强大的大脑跟认知能力 所以呢邓巴他就分析了很多哺乳类的动物 他的族群的大小和他大脑的新皮质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高阶认知的那个区域 他发现呢这个族群的群体的大小 和新皮质的大小的确呈现正相关 那一直到最近这二三十年的大脑造影的研究 也支持了相关的证据 好像一个人社交的网络跟社交能力越好 他的高阶认知当中新皮质的区域 就会越发达占比也会更大 那么今天的分享跟你掉了一串书包 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如果你没有人际关系 或者是你不认为人际关系很重要 那么现在的你可能连一般的猴子都还不如 希望你听到这个结论不要生气 但是它是个事实 我常会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有是非的地方就是江湖 既然你我都不可能退出江湖 那么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悠然自得的 在江湖当中纵横天下 所以换个角度想吧 如果你能够慢慢地培养起自己良好的人际能力 不管是跟别人连结还是达成共识 那么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正是因为你变得越来越聪明 变得越来越有智慧的原因 因为社会脑假说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听到这里 我想我不需要再说服你人际关系有多重要 我反而要提醒你 你到底希望自己有多聪明呢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在我们每一段影片的介绍说明的最末端 都有相关的连结 凯宇很期待 有一天能够在七点文化的教室里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